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天又下雨了 对 凉快多了 是啊 这一凉快就想吃肉 但是现在肉长得太厉害了 排骨都三十了 这一段还是多了 是吧 咱们排骨呢 今儿不做糖醋排骨 以前做过 咱们做一个最家常的红烧排骨 可以 但是这红烧排骨呢 它要想好吃 必须炒糖色 咱们今儿呢 用的是冰糖 八角 桂皮 香叶 葱姜 排骨一定要用类条 因为这样的话 它比较好吃 对对 行吧 先开始 好嘞 红烧排骨是经常做的一道菜 要想好吃又好看 炒糖色是必不可少的步骤 糖色的红润会让整道菜更加的漂亮 炒糖色一般我喜欢用水炒 比油炒更容易控制温度 糖融化后变成焦红色 并且有焦香味道的时候 倒入开水 并关火降温就炒好了 糖色自身基本没有甜味 所以还是需要加糖来调味的 锅里不用加油 油倒入超好的排骨 再倒入料汁 加开水 烧开后炖煮40分钟 排骨能脱骨肉有一点嚼劲是最好的口感 软而不烂香而不腻 这就是家的味道 行 咱们这道菜就算做好了 看着还是非常不错的 你看这颜色很红亮 这个就是炒糖色的效果 咱们是用的水炒 水炒温度比较好控制 油炒温度太高容易糊药 虽然它是一道家常菜 但是你想做好吃的 还是要有一定讲究的 来 咱们尝尝 这还真不错啊 肉已经脱骨 但它软而不散 对吧 咱们炖了大概有50分钟 嗯 差不多 50分钟 基本上正合适 味道还是相当不错的 来 接着吃 每个人都干了 多重点 感谢观看